出发去一下南澳岛 路不太好走 过去40公里 走着 南澳 跨海大桥 这就上应该有 10公里 跨海 应该是六年了 七年 七年没走这桥 七年前来过 过去之后感觉特别好 这好久也没看过海了 半年了没见过海了 来到这个山头这边海 看一看 南澳大桥 进来这个南澳岛了 进来给他说一下 进来是92块钱 原来便宜了 原来我记着好像得150个手 才能一个车才能开进来 现在便宜不少 只是交一个交通费 然后进来就可以赚了 比这个七年前改造了很多了 原来我进来感觉 什么也没有 这路边就是这样的一些礁石 现在可能搞了些东西吧 然后那边应该是一个码头 这是刚刚进这大桥 走一趟 看看海 波光淋淋 这一层应该都是水彩当地南澳县的水彩化 挺好的 现实主义 nature 内偿 炸 前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住了一天 然后来这逛了一下 沙爹、鲍鱼、海鲜、独大 好吧 点了海鲜沙茶面 挺好啊 我们做了 螺、虾、鱼丸、肉饼、菜、豆腐 都有 风俗38 皇帝沙茶面 它这个猪杂28 沙茶38、58 128 四种面 三个小餐 网红店 尝一下 尝一下这个 尝一下这个鱼丸 来那个鱼皮 一个海藻丝 都不错 这鱼皮想尝一尝吧 不错 嗯 嗯 打凉菜都不错 嗯 好吃 吃完了 好不好吃 看这碗就知道吧 光的 来到了这个南澳岛这个 看中心了吧 海边 生活挺悠闲的 前面还有那个快艇 还有渔船 哎 这边应该是南澳岛的渔港了 这么多 这都是小的渔船 那边也有大的 是捕捉那种灯光鱼的渔船 也不比他们少啊 是吧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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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年都没下过海了 反正这边没法下 就是看一下海 前面好像是有一个景点叫宋景 看看能不能从这穿过去免费穿过去看一下 我说要逃票了 哈哈 沙子 非常细腻的感觉 非常舒服 非常的不错 这就是那个导图了 导图 我们现在在宋景 然后转到这个 转到这个叫什么 北回观念之门 然后顺着这个道 穿过来 穿过来 看看去哪儿 然后穿 这里头有 这儿不错 然后再回来 然后再走就行了 就这样 哎 哎 这才是宋景 哎呦 天呐 快去哪 这边天呐 转 刚才转一圈没发现 宋景 这景当年南宋 我带皇帝在这修了一口景 当时应该也是没什么淡水 修了这一口景 一边踩出水来 一边看这个 南澳东方的海景 美 更原生态的这个地儿 水也更清 人家捕捞回来 用小皮划 小艇回来 这儿靠不了岸 应该是生蚝是吧 应该是看起来像蚝 那边都是养殖的 我六年前 来这边 也是这样的 没有现在多呢 现在更多做种养殖的了 围过来抢一下 这就是蚝吧 生蚝吗 嗯 这就是蚝吧 这就是蚝吧 生蚝 人家已经卖走了 有人定了 这是生蚝 这一般都是养殖的 它是不是这边前面这都是养的 都是蚝啊 都是生蚝啊 还一遍 安静的海边 渔船养殖场 它这这地沙子非常的细 你看 都拿来卖都可以 就非常非常的细 像咖啡粉一样 你看看 咖啡咖啡的那粉 然后这都是都是小生蚝 南澳 生蚝养殖区 非常好看啊 要那个 懂得摄像的话 找角度 能拍的 挺有意思的 非常的大 整个那一面 哇 可能有 我觉得都有十公里的吧 那么 整个一面 全是 全部都是 应该全部 都是生蚝养殖区 全部